你真没必要过得那么廉价 曾经以前是个特别开朗活活的女孩 性格大大咧咧的 但是对待感情却是十分认真专一的一个人 大学时期谈了自己的初恋 因为那个男人已经是进去社会上的人 所以很多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 最后两人不出意外的分手了 也许是因为初恋总是难以让人释怀吧 直到大学毕业了 曾经似乎还是没有从那段感情里走出来 后来进去社会工作以后 曾经身边也有了不少的追求者 但是似乎没有能让他真正动心想去了解的 因为父母的催促 他认识了一个相亲对象 自己心里也想到了什么年龄 就该干什么年龄的事情 他开始试着和这个相亲对象交往 两人之间也发生了关系 可是那个男的却因为前女友的回来找他 而和曾经提出了分手 曾经没有挽留 就这样两个人分手了 本以为这没什么 可是曾经却变了 变得那么的爱挑逗身边对他有兴趣的男人 不论结婚或者未婚的男人 他似乎都来这不拒 有的男人还因为他离了婚 他只是轻毛淡血地说了句 关我什么事 大家都是自愿的 没人让你离婚呀 这样的曾经让身边的朋友都为他担心 他却不以为然 一天酒吧里他喝醉了 哭得撕心裂肺 为什么自己真心付出的时候 却得到的是被抛弃 不是真心的时候 却又有那么多人来招惹呢 朋友劝他说 曾经 因为伤害过你的男人 你把自己现在过得那么廉价 值得吗 朋友的这句话像给了他当头一棒 他似乎瞬间醒悟过来 自己不应该成了这样的一个女人 自己整天这样受折磨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自己真的没有必要过得那么廉价 长相不是多漂亮 但也不丑 工作不算多优秀 但是能养活自己 自己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这不是傻子笨蛋 才会做的事情吗 他学着改变自己 没事多看看书 想出去走走的时候就出去走走 认真工作 好好生活 不再去以报复的心态 对待身边的一切 后来曾经说他依然相信爱情 现在好好生活 静静地等待 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 他要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 只要能等到那个对的人 就算时间会久一点都没有关系 不要让自己过得那么廉价 自己爱自己多一点 那样才会有人爱你 谢谢 fare 感谢观看